吃力的移動雙腳 即使舉步為堅 還是堅持自己行走 34歲的農村青年張偉 這天在慈濟志工的陪同下 特地從老家到長沙 入院檢查 你走一下 走一步 走幾步了 再退回去 再坐下去 13歲就得了巴金身世症張偉 從年少時就行動不便 二十多年來曾經想過要放棄生命 後來植入了深層腦部刺激器 身體機能有了很大改善 然而最近病況又變差了 因此慈濟志工趕緊帶他就醫 剛開始得病的時候 吃藥的效果是很好 剛開始得病是要效果很好 對 因為是節目的年了 因為到後面就已經有過了 檢查結果一時判定 可能是深層腦部刺激器的電池耗盡 但要換新可能得花上一筆很大的費用 所以目前暫時已藥物控制 協調性能反而是不吃藥 協調性能更好 吃了藥之後協調性能力更差 雖然病況不佳 但張偉依舊樂觀 5月時他簽署了器官捐贈同意書 這天就診結束 他也用筆辛苦寫下這幾個字 表達對志工的感謝之情 大愛新聞 知聖美志工 唐靖雲 湖南報導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